我是被报错的真千金被接回去后 家里人处处偏袒假千金 但我会发疯 哥哥说我不过是断了条腿 我拿着拐杖直戳他的腿 他先断一条再说吧 假千金暗讽我不会乐器 我绷断琴弦弹在他身上 妹妹 我最擅长的是人屁股 想不想听 扎父母说我不如假千金 我谋权篡位 这不就比他好了吗 回到陆家那天 假千金穿着高定理服迎接我 他眼泪汪汪 脸上挂满愧疚 我那亲生哥哥安慰他 他不就是失去了一条腿吗 你没必要那么愧疚的 哼 我抬起拐杖朝哥哥的腿打去 他抽筒不断向后躲 不就是一条腿吗 跑什么呀 我拐杖长 又故意往假千金那边扫 蠢哥哥为了保护他 硬生生挨了几棍 扫过他们惊恶的脸 我力道不减 更疯了 上辈子知道自己被报错后 我狂喜 期盼着被亲生父母接回去 可他们因为养女哭得昏死过去 硬生生拖了几天 甚至生出了一切维持原样的心思 而在那几天 同样知道真相的养父 迟迟不见我家里人来接 以为他们不重视我 他更怕我回去后 影响假千金 生生打断了我的腿 拖着残疾回去的我 因为他们对假千金的偏袒 越发自卑扭曲 最后被假千金的未婚夫 以伤害假千金为由 各种打压 最终被卖去国外 苍天有眼 我回来了 这一次 我不会趋一逢营 只会重拳出击 痛 痛 痛 哥哥发出杀猪般的尖叫 我停了手 了起一袖 露出未好权的伤痕 这才几棍啊 哥哥还没我能忍 不就是一条腿吗 你断了 试试看 哥哥像被烫倒一般 挪开目光 而父母也有些愧疚 陆傅说 陆徐轩 你即将接管公司 稳重些 别货从口出 他又看向我 语调有点虚 这一切都怪那个人渣 我已经起诉他了 你别迁怒 我阴阳怪气 我的好爸爸 你不知道 妈妈已经看在妹妹的面上 撤销起诉了吗 他说 妹妹即将联姻 若是有个近开手所的亲生父亲 不体面 陆傅本就大男子主义 听了这话更是怒不可遏 指责陆母自作主张 陆母委屈 我也是为了名月好 刚找到父家父母 就让养父母坐牢 外面的人少不得说他嫌疼爱父 忘恩负义 我翻白眼 掏出手机 在各大平台上引去关键信息 以陆母的口吻 发布事情的经过 最后问一句 我只是不想让我女儿背上骂名 我真的错了吗 我买了推广 视频的播放量 蹭蹭上涨 跳出一个又一个评论和回答 最高赞那个是这么说的 你当然没错了 你把脸伸过来 给我打两巴掌 请谅解我 毕竟说出去 别人还会猜测 是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否则我怎么会打你呢 为了不让你背上骂名 还是再打两巴掌吧 陆母脸色煞白 手足无措 我不是 陆傅教廷这一切 坚决起诉到底 我回家的第一夜 脱不太平 但只是开始 我安静的养伤 时不时卖惨 趁着他们对我还有点愧疚 真不一样 礼服是陆傅亲自送到我手上的 比陆窈窕的贵 陆窈窕再怎么委屈 他都不为所动 谁让他不想再听外人 骂他傻子了呢 他们这个圈里 很多事情瞒不住 我的身份虽没公布 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几个二十组 甚至摸到某鹰吃了瓜 事情传得更广 好几位圈内人上 赶着和陆傅做生意 实则给他挖了好多坑 就想看他生事像传说中的那么蠢 陆傅气得不轻 他需要一个场合 证明他的英零神武 于是 不管那几个蠢人愿不愿意 都得低头 做出一副欢迎我的模样 宴会顺利进行 陆家珍千金挺漂亮的 比陆家人聪明 我还以为会被养得畏畏缩缩 据说 那个家庭重男轻女 好几次都烧了他的书本 不想让他去读书 可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是个狠人 是A大的吧 从小镇考到重点大学 挺不容易的 全场给面子的夸夸夸 让陆窈窕挂不住脸面 他带我认识他的姐妹们 塑料姐妹花们 一部分眼底带着探究 另一部分人则带着敌意 不知水嘴剑 提意弹琴 陆窈窕一曲终了 姐妹团纷纷鼓掌 突然有人提到我 明月妹妹会不会弹琴啊 哎呀 你们怎么那么讨厌啊 明月能考上大学 已经很不容易了 哪里有钱学钢琴啊 可惜啊 造花弄人 陆窈窕连忙给我解围 脸上却露出一丝得意 占了我的位置 得了我的资源 就那么得意吗 我轻柔一笑 我的确不会弹钢琴 但我会弹鼓针吗 有鼓针吗 我给你们露一手 场上的人都不信 鼓针更小众 价格也不便宜 在他们看来 我之前的家世 钢琴还有可能有机会摸一摸 鼓针 别开玩笑了 陆窈窕的闺蜜道 不会就是不会 总好过说谎 是骡子 是马 拖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没有鼓针吗 管家 去借一把 一群人敬意不定 大部分人还是不信的 陆窈窕更是亲自拿了鼓针过来 嘴上还在劝我 让我别逞强 我一把夺过鼓针 戴上护甲 在离他最近的位置上 弹起鼓针 所有人面色变了 玩味 不可置信 嘲讽 欣赏 惊叹 几乎把人的情绪都轮了个变 鼓针许久未保养 大概是替陆窈窕买的 又放在角落里吃灰 琴弦都略微有些问题 但无所谓 我只是一个山姬 有些瑕疵又如何 最后几个音 我猛地用力 带一段琴弦 把他弹到陆窈窕身上 我抹他一脸血 乐器 谁不会啊 我最擅长人提鼓了 想不想听 陆窈窕下的花容失色 一个亮枪倒在地上 陆母上前扶他 刚想指责我 就被我捂住嘴巴 我转身 对其他宾客下了逐颗粒 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欢迎会 妹妹不懂事 拿了有问题的鼓针出来 让你们看笑话了 接下来 我们要处理一点家事了 客人们很懂事 纷纷提出告辞 人被一会儿就走得一干二净 管家贴心地关上门 陆母憋们已久地怒火 直触我脑门 陆明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说了吗 我只是不想让家丑外扬 我做的有何不对吗 我没与他继续废话 转向一脸脏窝的陆窈窕 陆窈窕 一荣俱荣 一损损损 这个道理 你在豪门那么多年 难道不懂吗 我知道你不欢迎我回家 但在大家面前 你就不能忍忍吗 他们让我表演乐器 你不阻止就罢了 怎么还拿了有问题的骨针给我 陆窈窕被我问得结巴 眼泪要掉不掉 美极了 可惜 我那一番话已经深入陆父心底 他不大舒服 肯定了我的说法 明月说得对 我举办这个宴会 不是让人嘲笑我们陆家的 陆窈窕 你不喜欢明月 陆窈窕慌了 忙着解释 但却没人听了 因为陆家的重要人物 陆爷爷回来了 轮椅滑到最中央 陆爷爷锐利的眼神转了一圈 落到我身上 明月很不错 我眼底的冷意退去 换成一层迷雾 模糊了视线 爷爷是陆家 唯一一个欢迎我回来的人 即便上辈子 我不断让陆家丢人 他也从未厌弃我 他甚至把公司的股份分给我 陆窈窕没有股份 他为此闹了一场 爷爷也不为所动 倒是其余三人心疼他 一人给了一点 他的股份很快超过了我的 上辈子 陆窈窕得意洋洋地冲我炫耀 有股份又怎么样 护着你的人没了 你的股份自然会回到 其他人手里的 如他所说 上辈子爷爷死后 他们开始出手对付我 股份回到了他们手上 我压下所有思绪 乖乖待在爷爷旁边 和他聊起来 也许隔背亲 也许老人家看重血脉 我俩很快一见如故 陆母坐不住了 开始调我次 明月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家好 但你未免也太大逆不道了 打你哥哥 欺辱妹妹 捂住妈妈的嘴不让 我冷笑 你们犯傻 还不准我用特殊手段 你 陆母气得手抖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不当父母的义务 摆什么父母谱 一句话卡住所有人的喉咙 他们善善不敢接话 客厅里都是我和爷爷欢快的笑声 爷爷在家住了一段时间 更亲眼看到了 他们一家四口对我的冷漠 他私下给了我不少他的私缠 这是上辈子没有的 他拍拍我的手 明月 爷爷总是要走的 你不能总和他们降嘴 以后我护不住你的 我扑进爷爷爷怀里 爷爷 你一定偿命百岁 爷爷拍拍我的头 傻孩子 如上辈子一样 爷爷更改了遗嘱 把公司的股份留给了我 但股份从3%变成了5% 且立即执行 陆母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窑窕都没有 爸 我不反对你给明月股份 但咱们得一视同仁啊 陆续轩也说 窑窕待在我们家那么多年 早就和亲妹妹没什么区别了 爷爷扫视他们 不光最后落在陆父身上 你也那么觉得吗 陆父犹豫了会 摇摇头 不必 陆母拿肯 拿联姻的事情 给陆窑窕增加筹码 成功地让陆父纠结了 陆窑窕事实出来表示 爸 妈 你们好好的就好 不要为我吵架 能在你们身边 我已经很满足了 善解人意的表现 迅速让陆父的天平 偏向陆窑窕 我忍住心底的憋门 想站出来时 爷爷拉住了我 他眸光极冷 你们真是大方 陆续轩小声嘀咕 窑窕又不是外人 爷爷挥手 他的管家呈上来一段录音 来自陆窑窕的亲生父亲 我跟你们说 我亲生女儿身在豪门 嫁到豪门去了 不不不 是被抱错了 那家人对我女儿极好 把她培养得像个名媛一样 哟 我记得你好像就是因为 故意伤人进来的 你伤的人 就是我那个养女 我怕她回去之后 威胁到我女儿的地位 特意对着腿打的 我想啊 即便那家人重视血缘 但亲女儿都惨疾了 她们还能疼到哪去 一段夸赞声过后 迎来了那位家暴男最大的恶意 那家人就是傻逼 居然不顾血缘 我那养女回去了 也会被她们厌恶的 到时候 我亲女儿能拿到更多 我和她妈晚年就有福了 而那家人嘛 活该骨肉分离 蠢的嘛 哈哈 刺耳的声音 狠狠刮过她们每一个人的脸 热辣辣的 我欣赏着她们眼底的挣扎 越发觉得好笑 她们不肯相信吗 可上辈子的事实就是这样 我这个亲生女儿死在外面 陆家因为和陆窑窍的关系变差 和一系列决策失误 逐渐没落 而陆窑窍借着联姻 当上了豪门贵妇 时不时接激她的亲生父母 日子过得可滋润了 我张纯 无声吐出一句 傻逼 陆续轩听到了 她最沉不住气 不可能 窑窍不会那么对我们家的 我反唇相机 可她是我养父母的亲生女儿 她最善良了 会欺她的亲生父母于不顾吗 她不会 我们陆家不是注定会成为傻逼吗 血淋淋的事实 让陆家人对陆窑窍心声隔阂 她费尽心思小一讨好 才恢复了表面的和平 那三人良心发现 竟然还会顾虑我的感受 不仅不及我这些年的零花钱 生了礼物 而且在给陆窑窍买东西时 看我的脸色 那瞧不上我的母亲 甚至会带我去参加圈子里的聚会 窑窍 你要多照顾明月 陆母想到什么 急忙改口 算了 明月还是跟着我吧 陆窑窍一脸受伤 却没人理会她 知道我没有合适的衣服 她又匆匆拿出自己的衣服给我 她一有所指 明月姐姐就先穿我的吧 你刚回来 可能不清楚 我们圈子经常聚一聚的 你得买好几身衣服 别乱花钱 触及到我越发冰冷的眼神 陆窑窍得意的改口 你瞧我 乱说什么 姐姐 你试试衣服 都是妈妈给我挑的 哟哟哟 多么熟悉的挑拨离间 但我会甩锅呀 窑窍 你胡说什么呀 妈妈那么忙 忘记给我配衣服 不是情有可原吗 陆母立即承诺 给我配好四季的衣服 而陆窑窍像个小丑一般 在她旁边各种道歉 末了 还不忘悄悄瞪我 以为这就完了吗 我抽出她的大部分衣服 尤其是上辈子她最喜欢的 每一件都试了试 妹妹应该不会想我烦吧 我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衣服 就多试了几件 在陆母面前 她只敢掉几滴眼泪 半个不好都不敢说 临行前 我看着陆窑窍 把我试过的衣服 都丢进垃圾桶里 她有洁癖 活该 贵妇们的茶会 是堆满金钱的枯燥 不是在炫耀自己新买的包包 衣服 就是在炫耀儿子 老公 偶尔高雅的弹起艺术 前者 我跟着当木头 后者倒是落到我身上 一位贵妇问我 明月的古增弹得不错 再努力努力 说不定能和音乐家媲美了 那是我打工的时候 无意中学的 那时学了皮毛 回了陆家后慢慢精进 可惜 知道的甚少 后来 我慢慢放弃了 化作鬼魂后 又捡起来学了很久 是我唯一拿得出手的乐器 但弹得好的 只有那么一首 我据实相告 贵妇眼底起了联系 若不是被耽误了那么多年 估计你家里 就出了一个音乐家了 贵妇是这群人里 有自己事业的 她是小提琴手 举办过不少演奏会 陆窑窍从未得到过 她的一句肯定 陆母威正 眼底有了我的倒影 你丑啊 她身为人母 看中的永远都是 女儿身上的利益 优秀才有价值 才能雕磨出另一个她 只恨我没早点看明白 宴会回来后 陆窑窍很慌 明明 陆母依旧对她偏爱 可陆母的目光 但凡落在我身上 她都惶恐不已 没有了上辈子的从容 我乐得看戏 花了更多时间在学习上 我早就有了不被爱的勇气 倒是爷爷看得叹气 他许是对陆家父子失望了 下令让我进入公司实习 做出决定后 他又回老家休养了 我也跟着搬出陆家 在爷爷给我的房子里住下 我学的是金融 手头上也有钱 便没少在股市里折腾 偶尔有同学和学长学姐们创业 我也会跟着投点钱 每当这个时候 我都恨上辈子的自己 过于渴求亲情 把精力都放在和陆窑窍作对上 导致我居然不了解 上辈子那些短暂崛起的小公司们 不过 没关系 我记得行业的总走向 再不记 还有我学到的知识 我自己独立分析 投资了一家新能源公司 巧合地遇上了陆窑窍的 未婚夫谢志涵 谢志涵见到我 明显愣了一会 他开门见山 问我会不会迅思 自然不会 谢志涵笑了 迅速把我当成甲方爸爸 贵得比什么都快 命运真有意思 我仔细看他们的策划书 又仔细回忆 谢志涵上辈子的经历 他和我读的是同一所大学 在我刚被陆家认回的时候 他还在国外进修 不曾与我正面对上过 谢志涵回国后一直忙着创业 他眼光好 又肯努力 成果很不错 但最后还是回了谢家继承家业 我可以跟陆窑窍过不去 绝不能跟钱过不去 我做事挑刺 谢志涵妥贴向我解释 我得寸进尺 给他提了一些意见 他也能听下去 是不错的合作伙伴 项目我投了 谢志涵惊喜 好 我一定会慎重考虑你的意见 争取加入到我们的规划里 下了谈判桌 谢志涵展示他的身世风度 不仅送我回学校 还主动对我释放善意 果然传闻不可信 你之理 眼光独特 我打断他 希望谢总记住一句话 眼见不一定为实 并且把他用到商业上去 谢志涵停住脚步 一口答应 他看向我的目光中满是欣赏 啪击一声巨响 我朝声音的来源望去 是陆窑窍 他脸色难看 手中的保温筒砸向地面 汤水一出 我先走了 谢志涵点头 跑去安慰陆窑窍 我充耳不闻 只觉得有一道视线 几乎穿透我后背 陆窑窍啊 陆窑窍 你也有今天 晚上 我特意回家 又在夜半出来喝水 给了陆窑窍逮到我的机会 明月 你已经抢走我爸妈了 为什么连志涵哥哥也要抢走 我勾起唇脚 谢志涵没跟你说 我跟和他只是合作罢了吗 陆窑窍不信 你撒谎 你肯定是故意接近他的 你想让我一无所有 他越说越激动 抬起手想打我 我握住他的手 把他按在冰箱上 我才不屑于你的东西 我和他只是合作关系 听明白了吗 灯猛然亮起 陆续轩出现在厨房门口 陆窑窍的眼泪纷纷落下 故技重施 明月姐姐 我把什么都让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我放开他 扬起巴掌 左右开弓 直到我手疼 他的脸高高肿起 我才放手 这才叫不肯放过你 懂 我卖悠悠地端起水杯 路过陆续轩身旁 充满警惕 生怕他扑过来 替陆窑窍报仇 然而 陆续轩对陆窑窍的惨状 无动于衷 倒是被我的警惕刺痛了 明月 你好歹是我妹妹 不用这么防着 我似笑非笑 他眼底闪过一丝狼狈 避开我的眼神 知涵已经跟我说了 确实是窑窍小心眼了 真没意思 我都没理由打他了 暑假 我正式进入公司实习 陆家做的是食品业 拥有的工厂不少 以前专门供货给各大超市 小便利店 如今 互联网新起 想走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 线上渠道已打通 稍有成效 但竞争过大 有所违逆 正在寻找其他出路 当然 这些都是决策层该苦恼的 而我该苦恼的 是公司效益最差的水果罐头的出路 爷爷大概怕我受欺负 没隐瞒我的真实身份 我一进入负责水果罐头的部门 部门经理恨不得把我供起来 不仅把公司这些年发展的资料 呈给我 而且拍胸膛保证 我只拿打了 我们水果部就靠您了 我眨眨眼 让他出去后 给陆傅打个电话 不出所料 把我分到水果部门 又是陆窑窕的主意 美其名曰 让我去最清闲的部门 不用劳心劳力 我吃笑一声 真是只苍蝇 讨厌极了 陆窑窕倒是想进公司一起实习 他也来了 但是他前十九年 有父母的庇护 有良好的资源 并不执着于让自己优秀 更执着于让自己快乐 他的成绩并不好 成就大多在艺术方向 报考的也是影视学院 所以他来了没几天 就嫌无聊走了 他不行 就给我下绊子 证明我和他一样吗 我轻哼 那我偏要做出成绩给他们看 为了更了解水果罐头的行业情况 我特意出差 去各大工厂走访 出乎意料 工厂的设备并不老旧 我在最新的生产线上 还看到了新引进的新设备 厂长解释 老董市长念旧 特意花了上百万 给我们更新了生产线 但问题出在销售端 所以 他擦擦脑门的汗 公司的其他人都在说 我们部门就是耗钱的 我已经尽力节省成本了 奈何不管用 我没安慰他 因为个人力量 有时候抵抗不了时代的洪流 从工厂出来后 我又去拜访了合作的各大果园 果农们大概也知道 他们的前景黑暗 拼命说好话 只希望合作继续 如果合作无法继续 又要回到几毛钱 甚至几分钱已经裹的时候了 还很可能会卖不掉 陆小姐 求你了 我看着那张皱巴巴的脸 思绪万千 以前看电视剧 不理解主角看农尼们困难 宁愿亏损 也要继续做下去的做法 可如今 站在同一个位置上 我竟有些感同身受 带着沉甸甸的寄托 回到陆家 我总算有了一些思路 姐姐回来了 陆窈窕亲热的迎上来 我条件反射退后一步 她的笑容顿了顿 接着扩大 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水果部门年底就要被撤销了 你不用再忙了 是不是很惊喜 我拧没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想做的改进也需要资金 还不知道能不能在董事会那边通过 乌漏偏逢连夜雨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她自爆家门 是谢知涵的母亲 她通知我撤资 不需要我参加谢知涵的项目 陆窈窕幸灾乐祸 姐姐 这个消息是不是更好啊 我二话不说 再次给了陆窈窕几巴掌 你疯了 是你疯了吧 我没有让你把属于我的位置让出来 你很得意 非要和我作对 陆窈窕眼底闪过一丝欣喜 紧接着又哭出声 又是老把戏 她是觉得很管用吗 我破罐子破摔 不曾回头 耳熟的声音传来 你们干什么 陆窈窕委屈地抓住陆母的衣袖 用春秋笔法说出刚刚的事情 后者朝我看过来 是这样的吗 还会问了 我冷笑 你还是好好管管你女儿吧 说她蠢都无辱蠢了 她就是智障 好在她不是亲生的 你可以推说是她跟子出了问题 话落 我抬腿就走 智商太低真的会传染 陆母喊了我几声 喊不动 又开始恼怒 她本就偏心 陆窈窕一窜多 她就堵我门口 非要发挥母亲的威严 直到接到谢家退亲的电话 陆母慌了 追问为什么 可人家怎么可能理她 事情惊动了爷爷 她从老家回来 恨铁不成钢 你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 陆窈窕恨恨地看我 是姐姐说了什么吗 其他人也猜 是不是因为血缘 以及陆家没给陆窈窕股份 爷爷失望 点了点我 让我说 因为陆窈窕还没过门 就插手谢志涵生意上的事情 夫人外交 在生意场上同样重要 一个只会为了一己私欲 破坏未婚夫合作的妻子 谢家要不起 其他人还不知道 陆窈窕找上谢母的事 逼问之下 才知道真相 一个个骂她糊涂 糊涂 我看是太闲 一家人相互指责 又委屈掉泪 我和爷爷不耐烦听这些 避开了 我趁机向爷爷汇报我的想法 他虽然退休 但在公司依旧有话语权 爷爷格外慈祥 你想就去做吧 我活着就是你的后盾 又一个周一 公司例会上 我呈上我的方案 只保留一条水果产业线 专攻给奶茶店 另外 启用现有的冷链车 冷链仓库 煮批发水果 一位副总醋梅 你疯了吗 奶茶市场哪有那么大 和他一样 其一人也都不看好 即便我甩出市场的数据 也不能说服他们 用他们的话来说 数据再好 也是别人的 我们没有渠道 不需要在这个赛道上卷 我执意要执行 双方僵着 中途休息时 陆富和陆续轩还劝我放弃 作为女孩子 你不需要那么辛苦的 我继笑一声 脑子里盘算实在不行 我就带领我们部门的人先干 一步步扩宽市场 资金不够的时候 我再拿出自己的钱 总不会有人说什么了吧 幸好谢之涵让我撤资了 说曹操 曹操道 谢之涵的电话来了 他向我道歉 并表示会坚持和我合作 我也把我的状况告诉了他 他尴尬不已 都怪 真的没一点希望了吗 我不想回去继承家业 转机很快来临 爷爷以一己之力支持我 需要的资金全从他的账上出 我得以喘息 钱按照原计划投给谢之涵 陆窑窍知道后 难得沉默了 但他没机会再挑事了 他那极品父亲从牢里出来了 他没钱花 可不就想到女儿了吗 他找过我 对我安排的保镖揍了几顿 再也不敢来了 只能跑去找陆窑窍 陆窑窍不得不给他钱 但他手头一向很松 压根没多少钱 拿不到钱的养父 怎么可能放过他 各种威胁 闹得他不安宁 陆窑窍找我哭诉 我如同上辈子的他一样 附赠一句 他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爷 你不想让爸妈知道 你那么没良心吧 他跌倒在地 满脸绝望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报应 只是 还不够呢 之后 我忙着找肖路 给水果分级 精进包装技术 一开始 一无所获 但后来 利用上辈子的记忆 我精准地踩中市场 各类水果茶上市 工厂再次接到相关订单 低端的水果茶 用水果罐头 以及次一级的水果 避开了年底 被砍掉的危机 预计第二年就能扭亏为盈 当年春节 我过得不错 其他人也尚可 也不知道陆窑窍怎么想的 提前进入娱乐圈 更是鼓动家里人 给他投资小成本网剧 公司不是没能找到 新的盈利点吗 不如试试 陆富被他磨了一会 还是答应了 他没忘了我 把投资网剧的钱 也给了我一份 陆窑窍不愤 却也只能戳着范例 年后销量上升 高端的奶茶店 也逐渐找上门 工厂再次焕发生机 整个部门都火了 随着奶茶市场的火爆 公司的供货 逐渐扩大了市场份额 也带动了公司的其他食品 爷爷很满意 让我参与其他部门的运作 我自然不推辞 一毕业就进入公司 第一次重要决策 我与陆续轩 陆富距离力争 没赢 很快事实证明 他们做错了 导致公司遭受重创 我陡然从谢之涵公司撤资 杀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美其名曰 要就自家公司 谢之涵又气又狠 下几个决策后 也套现走人 第二次重要决策 他们听我意见 却最终决定更保守一些 再次错过了转向的时机 董事会对他们愈发不信任 隐隐有让我坐上 那个位置的声音 我替陆家父子压了下去 并快速做出正确决策 盘伙公司 公司的新产品需要宣传 经过商量 他们把广告定在一个综艺上 也不知道是谁 深谙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 居然把陆窈窕弄到综艺上了 这几年 他也在进步 演了十来部女主 归来还是代报人 估计 综艺是他最近的最好的资源之一了 综艺小伙了一把 陆窈窕的热度水涨船高 底下的人大概知道 我不太看得惯他 居然把我去慈善的地点 和综艺的拍摄地放在一块了 我欣然前往 在一片玉米地里 看到了略显狼狈的陆窈窕 他及时避开我的目光 导演故意挑起话题 让陆窈窕来找我进行采访 面对直播镜头 陆窈窕咬碎牙都得过来 请问你干过农活吗 我笑了 当然干过 我养父母就是来自乡下呀 陆窈窕眼神变得慌乱 急着把程序走完 好不容易落幕 导演又走上来 得知我是来做慈善的 顿时话多了 问我有没有什么 想和身躯的女孩们说的 我思考了一会 说 我希望所有女孩 都拥有不被爱的勇气 导演笑容一顿 不被爱的勇气 对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 就是被爱着的 那并不是我们不值得 永远不要因为不被爱 而否认自己 太多女孩 因为得不到父母的爱 而去渴求一段爱情 更有女孩被父母所爱 就觉得爱才是最真诚的东西 只一段时间得不到爱 就换得换失 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值得了 不是 永远不是 不管你如何糟糕 都要相信 那是上天给你的考验 走过了 全世界都会来爱你 明珠上的尘土早晚会被吹散 话很空 在场的一些人 仿佛有触动一般 特别是陆窑窍 颇有深意的看了我好几眼 他一直以来 都过分去追求爱了 陆家人的注意稍微转移 他就会委屈 仿佛没了爱 就没了全世界一般 那你呢 现在的你应该闪闪发光 等着全世界来爱你吧 我轻笑 不 我现在是给爱的人 综艺片段被人剪辑后 传到网上 刚开始 一点波澜都没有 后来 有人从我的话里得到力量 开始挖我的生平 很快 他们挖到了真假千金的故事 也知道 养父母重男轻女 并不爱我 而我亲生父母 偏爱养女 对我的关心也不够 他们唏嘘不已 拿我的故事配上我的那些话 干巴巴的话 竟有了几分生动的味道 视频越来越火 有网友评论 会不会我们把爱过于神圣化了 爱固然重要 但人生还有其他的意义 爱只是调味剂罢了 底下也有人不同意 觉得爱很重要 但大家都达成统一 没有人爱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自己爱自己 总有一天会有人来爱你 网友的视线 渐渐转到陆窑窍身上 说他贪得无厌 还骂陆家人偏心 陆窑窍开了半壳 但依旧习惯性的 把事情推到我身上 最疼他的陆母都听不下去了 你只会推卸责任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敏玥都能稳住公司了 就是因为他 他害得我一无所有 他恨我抢走他的东西 难道就不恨你们偏心吗 什么稳住公司 你们该担心他联姻的时候 林外合 把公司卖了吧 三人目光落在我身上 不自觉闪过防备 我笑盈盈 你猜对了 公司是我的了 但我不需要等联姻的时候 现在就可以 陆续轩不肯相信 怎么可能 爷爷不会同意的 爷爷从门外进来 目光沉沉 他确实很疼我 但改变不了他骨子里 重男轻女的思想 他印象里 家业就是由男孩子继承的 你就不能辅助你哥哥吗 我与其温和而坚定 不行 爷爷不想看公司败落吧 爷爷盯了我两久 长叹一声 要做决定了 陆父仿佛预感到了一般 罢 不可以 明月日后要嫁出去的 哼 你以为我拒绝有用吗 他手里已经有公司 30%的股份了 公司的其他董事也支持他 你们太没用了 我手里的股份 和陆家人的一样 早在公司受重创的时候 我就一点点买下股份 又获得了大半董事的支持 公司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女的股份全给我 公司就交给你了 你比他们俩做得更好 我抱了抱爷爷 谢谢他的理解 陆家人大概怕我生气 主动让陆窑窍搬出陆家 也不再给他投资影视 他的资源一落千丈 收入大幅度减少后 他的亲生父母又找上门 让他支付他们的账单 他比之前聪明 居然找了保镖驱赶 那对人渣愈发穷困潦倒 看陆窑窍失忆 陆续宣作为同道中人 和他一起跑酒吧喝酒 我奉爷爷的命去接人的时候 看到他们俩在酒吧前面 稳得难舍难分 这是不挑了 我不忍直视 刚转头就听见一声巨响 再回头陆续宣已经被撞飞了 杀人了 一片混乱中 那辆面包车又返回来 继续碾压爬行的陆窑窍 陆窑窍躲闪不及被压到了 好在警察及时赶到 留了他一条命 手术室前陆父陆母匆匆赶到 到底怎么回事 肇事者是陆窑窍的亲生父母 据说是要钱不成 还被羞辱 喝醉后前来报复的 他俩急于晕倒 当初就该把陆窑窍送走的 他是害人精 哼 活呆 手术结束 陆续宣失去了一条腿 肾等器官也重新修补了 以后的日子注定不会好过 陆窑窍高位瘫痪 余生只能在床上度过 听完医生的话 陆母直接晕了过去 养父母被抓了 不出意外 他们会被判好几年 至于陆窑窍 遵照陆父的主意把他送走 医药费都不替他付 我安排好后续 便忙公司的事了 仅仅半年 我那爸爸就因为酗酒 胃出血 被送进医院后 查出了胃癌 陆母受到不少刺激 精神错乱 都认不出人 时不时就叫我的名字 仿佛后悔了 而陆窑窍 死在某个午夜 大仇得报 我举杯进天空 感谢重生 我一定会过得更精彩